酒吧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听众朋友我是阮木华 过去的经验 这个期货结算完 大盘通常压力会比较大 会出现一两天的回档 这个外资会有买转卖 因为拉高结算完了嘛 所以就卖一点 所以大盘会压回 可是呢今天是台子期的月结算 今天是提早压回 今天外资在结算当天 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卖超 所以使得今天的盘式卖压颇重 今天收盘是跌了87点 收在12,091点 盘中还一度跌了130点之多 今天跌幅是0.72% 成交量1486亿 量能差不太多 跟昨天一样的量 大致差不多相仿的量 昨天是1529亿 好那外资为什么会提前的 在结算当天就压盘呢 这个当然 等一下我们来请教卢老师 来了解一下 这个外资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 那外资是不是 对于这个台股没信心了呢 感觉也不是 还是因为春节长假 即将来 好所以先卖一点股票呢 好那我们节目现场是 大来国际政院投股的 罗民兵分析师 罗老师您好 罗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罗老师我们看到今天集中交易厂 三大法人都站在卖方 合计卖超的有122亿 其中自营商卖了32亿 那另外投信也卖了1亿 所以加外资的88.95亿 总共122.25亿 另外今天台子齐全结算 那结算当天外资的大台卖超是3130口 我们看到转仓之后的近多单流仓部位 36749口 略微是少了一点 因为我们认为在4万口以上的话 就比较偏多的一个情况 那36000口也不能说少 也不能说非常少 但是略微少了一点点 所以可见外资似乎有一点 急得想要卖股票的味道 大盘带连续两天上场之后 那今天出现那个压回 基本上就是近二退一 那当然今天刚刚莫华兄也提到 盘面出现比较大的波动 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台子齐 要结算那个因素 那另外我们看到其实今天 盘面的利空也还不少 那包含昨天的这个美股呈现的一个下跌 那当然美股下跌的原因 不外乎又是这个市场又传出来了 这个所谓的美中的一个贸易这个谈判 是不是又会增加了一些变数 因为即便说刘鹤现在已经到美国去了 但是现在又传出来说 这个所谓针对这个关税要调降这个部分 可能要延后到这个所谓的总统大局 拖到年底去了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会不会增生变数 那其实我还是这么说了 想想看美中的一个贸易问题 我想由来已久都已经前后多了 就超过两个年头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即便说现在又有一些变数 我想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那所以说我认为 我不敢讲对盘面 它没有任何的一个冲击 但是我认为它冲击的一个层面 必然会越来越淡化 甚至于快的话 可能明天这个盘面 就没有太大的一个反应了 那除了这个美中的一个贸易问题之外 这个新的一个变数出来以外 当然我们知道说 在如果说今天不算 只剩下三天就要做封关了 所以所谓不愿意报股过年的一些卖压 还有所谓的丙总的一个结账 我们先前讲过 今年的一个结账 这个部分 这个卖压会稍微轻一点 因为在上个礼拜 已经有一部分先行做一个出厂了 所以今天当然还有一部分 会在持续做一个涌现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今天在这么多的一个卖压涌现 当然行情出现了一个压回 这也不足为奇 但是我们说过以目前整个交情指数 它还是守在一万两千点之上 那另外还有一点 我们看到今天即便盘中一度大跌 130点收盘还是跌了87点 可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今天上市柜的一个涨停的加数 12加 远远高过于跌停的加数 只有三加 所以在这种情况很明显 涨停的加数比跌停的加数 要多数那么多 那很明显 这还是一个多头的一个架构 那很明显它就是一个多头的一个回档而已 所以我认为了 明天还有最后一批 因为通常就是三天前 这个所谓的长假的一个卖压 会告一个段落 所以明天就算 这个行情有出现再压回的一个情况 那我认为在整个多头架构 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明天如果再压回 它反而是投资朋友针对年后会 这个有机会能够成为盘面主流的这些所谓的好的一个标的 可以来率先来做一个承接的大好机会 好 的确就是说美国股市在周二压回 最主要是传出来 美中双边对于说到底关税要怎么降 什么时间降并没有共识了 那当然市长会担心说 那刘鹤都已经到了华盛顿了 马上要签约了 那现在目前没有关 没有共识在关税这件事情上面 这到底怎么回事 那传出来是说 美方希望说能观察中国大陆执行新合约 这个新协议十个月的时间 看你执行的成效 在市情况是不是降关税 这有点绑架绑架刘鹤的味道 这个刘鹤恐怕一个头两个大 这个字要不要签下去 签下去的话我们又被绑住了 所以说现在目前市场是有这个疑虑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电子盘 现在目前盘前这个旗指 还是一个小跌的状况了 跌不多 标准普尔500指数 标普500指数 现在目前跌4.5点 跌幅是0.13% 还好了 那事实上在周二 美国股市也没有跌得很重 道琼基本上收盘还涨了 道琼涨0.11%的幅度 收28,939点 这个离今年1月9号的历史最高位置 28,956点 其实差并不多 这个差几十点的一个情况 就可以创历史新高了 纳萨哥指数是小跌0.24% 标普也仅仅小跌0.15% 另外费城半逃底指数 又创了历史新高收盘点位 收盘是涨0.2% 所以卢老师 基本上美国股市跌幅也不大了 对 美国股市周二虽然拉回 但跌幅不大 而且道琼跟标普还是上涨的 两涨两跌 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美中贸易战的问题 并没有很明显的干扰台股 反而是明显的干扰到台股 台股反而相对 大家比较担心 美中如果达不成协议 刘鹤自不迁回北京的话 那事情就大掉了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利空 就是今天路透社的新闻 说美国政府即将公布一项法规 极大限度的阻止美国企业 向中国华为供货 这个当然不是只有打到美国企业 最主要打到了还是台积电 先前来讲说 这个技术含量25% 现在目前新闻 是说有可能会降到10% 那华为如果说不能接 不能下单给台积电的话 那当然就会影响到 整个台积电的生意 因为现在目前 华为占台积电营收 大概百分之将近快20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盘面上 重跌的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领跌 大立光今天领跌 因为华为 基本上也是大立光的大客户 不要忘记了 所以受到这个消息面的影响 台积电今天盘中最低的时候 也就是收盘前 居然打到337块半 哇这个跌了很多 今天收盘没有收那么低 今天收盘收340块 收上来两块半 当然是跌了6块钱 所以也就是说盘中一度跌了8块半 其实我记得在去年的年底 我就跟各位做过说明 我说今年当然一个豆头架构还是存在 指数还是有机会往12682的高点 去做一个突破跟挑战 甚至于我都现在国内外的一些研究机构 看好的甚至都看到16000了 那代表整个多头趋势 它是没有任何改变 不过我也说过了 今年跟去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去年涨的是指数 可是今年指数的一个涨幅 还有行进的一个速度 可能不会像去年那么的快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势必你说一些比较像全王的台积电 会股价受到压抑 这个我想这也是本来就预期中的事情 那或者说这个股王的一个大力光 这里可能会有一些波折 我想这个都在所难免 但是我们还是回到刚刚我们所说的 即便现在指数会受到压抑 可是个股怎么样 它反而会有更多的一个挥洒 攻击我们说过盘面的资金 它会自己去找出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指数受到压抑的时候 全值股的资金一出来 往中小型股一移动 就像今天你看大盘跌了八十几点 甚至于盘中跌了一百三十点 可是涨停的加速 反而比大涨的时候还要来得多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 今年涨的会是个股 那当然在面对是剩下三个交易日 这个所谓的一个金珠年 那就要做一个封关了 可能这个时候大家会有一个疑问 那我到底要不要报股过年呢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这样说好了 因为整个加多头的架构还是存在 那只不过长价效应 那再加上可能近期美股的一些变数 所以我认为可以把这个持股 大概压在五成到六成之间 但是你也不能都空手 因为如果都空手的话 万一这段时间美股是大涨的 那或者说这段时间 其实有一些好的一个消息出来 可能年后你想追都追不回来 所以可能大概持股在五成六成之间 但是也不要持股都满党 那还是保有部分的一个现金 那至于说这个持股的一个方向到底在哪里 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个方向 如果说投资朋友你自认 你是属于比较积极型的一个投资人的话 那么我认为选择一些技术面 目前相对强势强于大盘的这些股票 同时那又是这个法人看好的一个明星产业 尤其我们说过基本面 如果能够配合着他十二月的一个营收 能够缴出漂亮的成绩单 原本是一个比较去衰退的一个月份 他能够逆势创高的 那这些如果说股价又在一个合理的位置 本益比也合理的话 那么我认为这些股票都可以放心的来做一个报股过年的动作 就例如说3227的原项大家最熟悉的这张股票 你看从这个去年的五月到现在 我们来回都做了第三趟了 那今天原项又创了波段新高来到172块半 那我们说过今天有一点开高走低 那最主要是受到大盘的一个影响 那结合刚刚我们所说的 面对这种趋势非常明确的一个股票 而且我们说过以他整个12月还能够创新高 代表他今年的一个产业能见度跟接单的状况 非常的一个平稳 那如果说明天随着大盘最后一天 有所谓的节前卖压这个情况 如果说股价还是有被带下来的话 那我认为反而是一个切入点 可以来报股过年的一个机会 那另外整个随着原项的一个创高 其实位阶相对比较低的 也是同样具备光学色彩的3530的这个金像光 或者说这个光学防守镇的一个大厂 这个8081的这个智星 目前位阶都相对低 好那我们说过本身光学的一个部分 他也有轮动的一个机会 既然这个原项创高了 其他同一个性质或者同一个题材的 他也机会也有机会能够轮动 所以这些我认为说 如果说比较积极型的一个投资朋友的话 这些倒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股的方向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你觉得你是比较保守型的 那当然在选股上面 可能这个你在很想报股过年 可是你又担心这个美股过年期间 会不会有什么大的一个波动 那我认为这样的一个选股方向 可以用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方式 就是选择一些跟美股联动性比较低的 也就是政策内需型政策做多的一个方向 我们看到即使今天部分的生计 文创 当然文创也包含那个游戏类股 那基本上游戏类股 它本身也进入 因为这个据我所知道 好像高中今天就开始放寒假了 那这个礼拜五的话 是国中也跟着放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整个游戏股的旺季它又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本身又具备内需的产业 跟整个美股之间联动性又低 所以包含生计 文创或者绿色能源 包含LED 太阳能 风力发电等等 只要是财报数字 相对比较漂亮的这些股票 位阶又低的 这比较适合 这个所谓的保守性的投资朋友 来做一个报股过年 好 所以卢老师有跟听众朋友谈到了 就是说在选股的策略跟方向 在报股过年这件事情上 资金比重 我个人认为五成应该也差不多了 就是说多少留点现金下来 这个全部买满 风险稍微大一点 当然 如果说美国股市在这段时间 平安无事的话 新春开红盘是绝对的 就是说开红盘上涨 这个有一个好行情应该是绝对 只不过是你大概也没有插开盘了几十分钟 如果说开盘很强 这个都没事 再去把股票追回来 其实我觉得也不会差太多钱 当然有些人就觉得 股票已经涨上去不想去追 当然有可能会错过买进的时间点 好 这个是在第一个报股策略上面 另外就是你报股的话 你可能要报对股 如果你报对股的话 报到强势股 报到对的产业族群 其实也可以规避一些风险 甚至就是说有不错的获利 像是今天另外一档 大跌的股票就是大力光 大力光这两种股票 最近都给你玩大的 昨天大力光的股价 才创了波段的新高 最高来到了5210块 今天收多少 今天收4985 今天大跌了195块 这个跌幅比台阶更大 台阶跌幅不到2% 但大力光今天大跌了3.76%的幅度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高价股 尤其是这种股王等级的 如果说你要报他 报过新春假期的话 那你恐怕心脏要很大颗 对不对 所以你报一些中低价股的话 你就不用那么大的风险 去担心这个事情了 所以说我觉得报股 还是有一个思考点 所以陆老师在这样的情况下 今天是礼拜三 礼拜四礼拜五 下礼拜一剩下三天 这三天我们多少卖点股票 然后以及把我们自己准备要报股的股票 把它选好 刚刚我们也针对 到底要不要报股过年 又或者说保守型跟投资 比较积极型的投资朋友该如何来选股 但是我这边做一个补充 不管是投资 不管是保守型或者积极型的投资朋友 在操作上面有一个通则 就是不要去追高 因为目前轮动的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在追高 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一个风险 所以我们在操作上面 一再告诉各位 选择低位阶的股票 你进可攻 退可守 在大盘震荡的时候 因为它位阶低 它防守性强 甚至还能够逆势上涨 就好比说 各位很熟悉的一档股票 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就开始推荐给大家的 这档属于你 昨天也公开给大家 就是这个3450的联军 你看今天大盘是跌了130点 今天继续还创 还不是涨 今天还创了新高 创了72块7的一个破断的新高 在大盘大跌的过程里面 它能够创新高 拼的是什么 第一个 它位阶低 位阶低筹码干净 所以我说过 当然还有它基本面的一个因素 因为法人目前对它投资的一个平等 还有对它买进的一个态度 都十分积极 尤其是投信 最近一直在买超它 记得这档股票 在推荐给大家的时候 我就说了 我说近期看到法人 对他的一个研究报告 我是非常excited 原因就在这里 因为对他的一个评价是非常的高 但是因为现在 大家也知道 当时我们在带着各位 买进这档股票的时候 也不过是六字头 现在都已经又创了新高 来到七字头了 其实你看看 短短几天的时间 其实这一高一低之间 这个所谓的一个差距 也已经超过10% 所以一样 已经创高的股票 我都不建议投资朋友 再去做追高的动作 虽然我还是看好联军 联军绝对后事 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但是你短线已经创了新高 所以以轮动快速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还是建议投资朋友 不要再去追高 你真的要买 你等拉回 再去做一个承接 如果说再拉回什么位置 你也没有把握的话 那没有关系 我说随时你一通电话 又或者你打个电话 进来做登记 未来这个联军 他有一个适当买点出现的时候 我会带着各位一同 再做一个进场 那当然现在除了一个联军以外 我说低位界的股票 还有另外一档 我们目前也是非常看好 而且法人也非常看好 那就是属于你二号 因为联军是属于你一号 那属于你二号 那既然他也叫做属于你 那当然 他的一个某种一个程度 也是跟这个联军 有非常大的一个相似度 那最重要的就是 他的位阶也非常的低 我记得在昨天 介绍给大家的时候 后面也说了 他的股价 经过了一年多的一个整理 经过一年多的整理 当然位阶低 因为这段时间 他还是处在一个 相对低档的一个位置 而且经过了一年多的一个整理 你想筹码是不是沉淀 就非常的一个彻底 好 那以目前来看的话 他有几个利基点 第一个 我说过了 以目前来讲的话 他本身是具备LED的 这样的一个题材 我们昨天也提到 以目前冬奥 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整个冬奥的一个题材 往往就以我的经验 都会带动 整个电视机的一个需求 因为大家也看到 换了一个新的电视 来做一个 观赏这些奥运的一个比赛 那现在我们知道说 其实电视机都越大 越做越大了 只要你客厅放得下 基本上越大 当然看起来越过瘾 打电动也过瘾 所以说 你看现在这一次CES战里面 这个Samsung出150寸的 那这个LG也出145寸的 都是讲大尺寸 那你想 你尺寸越大 你的背光的一个需求越大 那你背光现在都是LED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LED的需求 当然就是水涨船高 但是你LED要能够有效的运作 就必须有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零组件 那就是我们这个 属于你二号 它的一个产品 所以随着冬奥的题材也好 LED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大成长也好 它都一定站到边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说过的比价轮动的一个概念 跟它 应该讲说这个族群 它的一个龙头的一个地位 包含像什么 系列1000多块的股票 包含信华 也是1000多块的股票了 这些IC设计的本身 都已经 有两档都已经进入到 所谓的一个千金股的一个范围了 那我说过 当千金股拉大比价空间之后 那接下来中价股就跟着动 中价股跟着动 当然这些属于比较中低价的一个股票 也会跟着联动的一个作用 所以诸多的一个题材 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发动之前 其实我认为都适合投资朋友 在整个大涨之前 我们先卡位先布局 其实布局方式也跟我们当时属于你一样 在还没有大涨之前 我们就先把该做的事情给先做好 那当然对面对这样的一档标的 我说过我也不会藏私 今天一样我们还是开放八个名额 那如果说投资朋友想跟我们一起同步进场的 就是八个名额 那你只要登记完成的 明天有适当的一个切入点 我们还是会持续带着各位来做布局 好 那所以听众朋友持续掌握 卢老师刚跟听众朋友报告的相关讯息 这个属于你一号的联军真的非常强 不过今天如果你盘中去追联军的话 那你收盘也小套 所以说的确了 强势股票它这个中长线它会持续上升 那短线上面 这个我们常讲 random work 什么叫random work 就是随机漫步 股票你很难预测 它下一秒钟下一分钟它会怎么走 所以追高当然会要冒一点风险 但是如果说好股票 法人持续买进的股票 你只要暴住暴劳的话 终究你应该会赚到钱的 非常谢谢 大国际证券投顾的罗命分析师 谢谢卢老师 谢谢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天期只跌更多 今天是台子期的月结算 期货结算收盘是跌了118点 收在12,063点 所以跌的还不轻 这个成交有将近9万口 这成交不算少 期间货之间收盘是逆价差27点 贵买 因为外资今天买超的 买超12.78亿 所以三大法人合计买了12.12亿 外资的买超金额手笔不小 所以把贵买指数给稳住 贵买指今天只有小跌0.08点 跌幅只有0.05% 指数的走势 大盘的走势 跟集中交易厂比起来 强势很多了 今天贵买的成交量 有将近400亿 来到收盘是149.54点 那么刚刚讲说外资 在集中交易厂今天卖了不少 将近89亿 另外期货 大台也卖超3130口 小台卖超2441口 所以单日外资期限 或是站在卖方的情况 那么当然有可能跟美中贸易 到底要签约不签约 以及是不是关税 双边没有达成共识有关 另外也有可能跟 美国现在目前准备 把华为给封杀 这件事情有关了 所以利多今天算是蛮多的一天 今天这两段 我们同样还是有直播 听众朋友上YouTube 您可以看到直播画面 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 段昌文老师 在我们节目先上 段老师您好 木偶好 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上个礼拜 段老师来跟我们比较了 台积电跟鸿海 这个比较之后 果然有人在我的粉丝团上留言 说你这样比不公平 两家公司产业不同 怎么可以这样比呢 好 那我回他说 当然我同意你的说法 两家公司的确在产业面上不同 但是如果你从投资的角度来思考 那就可以比了 为什么 因为答案很简单 假设说你只有100万 你想只买一档股票 那你当然要去比较 你到底是要买鸿海 还是要买台积电 那比较出来 那当然就有一个比较公允的比较方式 所以我们是从投资面 我们并不是从产业面来比较 所以我们要让听众朋友了解 那至于说 可能还是有听众朋友不服气 那我们今天就用同样产业来比较 我们来比较台积电跟联电吧 可是可能很多人又可能又有问题 你怎么可以拿台积电跟联电来比呢 对不对 两家经营规模不同 那这个是可以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来比 反正大家参考 我没有说一定要让你来绝对的说去评断 你就说把我们的节目当成是听听来参考 对不对 就像我们请的分析师在我们节目里面 讲的股票 讲的大盘的方向 你也当参考 也不是一个教科书 教科书说我们讲的绝对是铁率金率 是不是段老师 对啊 那原则上我们在比财务报告的时候 或者是财务比率的时候 我们都会拿不同产业来比 其实如果同产业来比的话 会看不出所以然 就是我自己在上企业财务决策的时候 我自己也很喜欢拿不同产业来比 我记得我在比比方说 像财务损益表的时候 我很喜欢拿统一超跟华应导的那家 一起来比 所以两家你说一家是7-11 一家是专门做电子业的话 拿起来并在一起比的话 大概会觉得说莫名其妙 为什么可以这样比 其实不同产业才能看得出这个财务比率的差异性 这是最大的差异性 我们可以在不同产业里面才可以比较出来 让学生或者是你是投资者的话 可以比较清楚可以理解说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比率 或者是用这个科目的数字拿出来比这样子 当然不同产业他们在财务报表上面所呈现的经营情况会很大的不同 那当然这也可以看出到底哪一个产业是趋势吗 哪个产业 讲起来绝对是比较好的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偏向那个产业 而且要偏向那个产业的领导厂商 所以基本上我们为什么 我其实不是说 一定要是拿不同产业的公司拿起来比 因为原则上我们如果说 就上礼拜的台积电跟鸿海来比的话 我是上礼拜缺讲了一句话 也就是说我们从鸿海的资产负债表 这几个笔值来看的话 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一个端倪 其实鸿海就是一个比方说 是薄利多销的一个一家公司 那如果说用台积电来看的话 台积电是所谓的 就走精品路线的一家公司 我们可以从他的税后净利率的品质里面 就可以看得出端倪了 那如果说我们从上礼拜看的 比方说我们先从资产总额 或者是营业收入进额 或者是净利的总额来看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看到台积电 当然是胜过这个鸿海 但如果说我们在同样的那个那一张图形 拿起来看的话 营收的部分 对营收的部分 比方说台积电就是完完全全输给鸿海很多了 对啊那如果说我们再摆进来连电的话 那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好 我们今天是手版 大家可以看直播可以看到我们的手版 如果您没看直播 您想要相关资讯的话 也可以上我们698的脸书粉丝团 我们有把它放在我们的粉丝团上面 对那如果我们把连电一起放进来 我们也可以发觉到说 基本上连电的资产总额的话 也不到鸿海的或者是台积电的几分之几而已 非常非常小 那非常非常小的话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他营收 应该也会成比率的缩小 结果我们看到本期综合损益的总额 基本上是看不到的 基本上就是就是躺平在水平线上 那当然我们不见得说一定要说用 比方说营收的进额来去看说 比方说到底这家公司好还是不好 那其实上一周我们也有用到 比方说像月营收跟收盘价 也就是说台积电的月营收跟收盘价 是不是成正相关 我们可以把连电也一起放进来看 其实连电一起放进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波动率也非常大 也就是连电的月营收跟连电的收盘价 基本上也是跟台积电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月营收在增加 那么股价也会顺势的往上走 那当然有很多人很不服气 鸿海在这件事情上蛮明显 对非常明显 就鸿海的月营收跟他的股价 呈现绝对绝对的正相关 对那这件事情跟连电也是一样 连电其实也是月营收 跟他的股价波动呈现很明显的正相关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分析一下台积电跟连电 因为这两家公司基本上80%可能会非常接近 就是他产业面非常接近 虽然连电的部分的话 他可能有做一些比方说策略联盟的部分 那台积电是专注在晶圆制造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透过比方说杜邦分析的几个比率来看 我们可以看一下台积电跟连电的税后净利率 跟所谓的资产周转次数的这张表格 如果听众朋友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上官网可以下载这个表格 那大家有没有记得说上礼拜我提供的 比方说这个表格也很类似 比方说连电是不是跟鸿海非常接近 长得非常像 那我们看到税后净利率 连电的税后净利率也是个位数 大概是三四五六 最高是2015年8.86 所以我下面还放了一个总资产周转次数 原则上总资产周转次数的话 这两家公司都是输给鸿海的 我怎么说呢 为什么鸿海的他的周转次数会这么高 因为这个我们可以称得上说 在财务上面的数量 财务比率上面我们可以用两个指标来看 一个是品质 一个是数量 那你如果品质乘上数量的话 再乘上一个权益陈数 这个就等于权益报酬率了 ROE的部分 也就是税后净利率 这个我们称为说 你是财务上面的品质的 那如果财务上面的数量的话 我们可以说 就是用总资产周转次数 那当然财务比率上面有些 所以总资产周转次数乘以 税后净利率就等于 再乘上权益陈数 权益陈数就等于 这个ROE 也就是权益报酬率 那权益报酬率上礼拜我们提提供了一个指标 也就是说巴菲特认为是要在15%以上 那当然台积电在2018年基本上都符合的 那我们看一下联电的部分 联电只有个位数 2018年还1.26% 所以这个你说要拿联电公司来去比的话 我觉得对联电公司可能不是很公平 因为拿权益报酬是1.26%的 跟权益报酬是21.95%的去比的话 哇这个太悬殊了 主要是联电的税后净利率太低了 对对对 其实我们可以说 因为台积电的税后净利率是三成以上 那联电的税后净利率才1%2%而已 对但是有一个迹象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也就是说下面我有提供几个指标 也就是有息负债的利率 台积电他付出去的利率 是大概1.83%在2018年 但是联电的部分的话 他是3.16% 那为什么他的有息负债是台积电两倍 而且double 不是这个不是有息负债 这是有息负债的利率 利率3点多percent 就联电怎么会借到这么贵的钱 对那而且我们看一下他的有息负债的负债 也就是说他的负债比率就好了 负债比率的话 2018年台积电是19.74% 但是联电的话是43.35% 所以如果在层上所谓的他的这个负息负债的利率的话 那岂不是他光他的赚钱的部分丢给所谓的债务人的话 那债权人的话 那基本上已经占了他的利息支出率的话 百分之四十七点四啊 也就是说他的净利率啊 净利里面的一半以上啊 一半啊 大概将近一半常在都在常在 所以我们这个也可以从比方说利息支出率的话 可以看出端倪啊 那台积电的利息支出率才百分之一啊 百分之一点一三啊 非常非常低啊 所以我们可以呃呃大概可以猜得出来 也就是说联电啊 他的负债的部分啊 他占了他的赚钱的百分比是非常高啊 所以呃我们在从利息保障倍数就可以看出来 所以联电应该要想办法还点债啊 是啊是啊 这样他的净利率才会提高 但是如果说讲到说他他要不要还债的问题的话 那就要反推说他的毛利率到底高还是低了 对 如果他的毛利率如果比较高的话 他的还债的那个速度可能会比较快 这可能我们待会可以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专注一下毛利率的部分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酒吧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五发 我是阮木华 丹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 端长文老师在我们节目现场 好我们今天有直播 好一样的 其实听众朋友多听听 邓老师所讲的这些财务的准则 财务的一些计算的方式也好了 或是说我们要去看什么重点也好 其实可以增加你对于选股的能力了 对不对 其实从财务面去选股 也是巴菲特选股很重要的准则之一 对 因为巴菲特一定会去看一家公司的财报 他不见得会去看他的技术走势 他一定会去看他的财报 对虽然巴菲特一天24小时 他说他18个小时全部都在看财务报告书 还有华尔街日报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当上礼拜我们提提提提供一个看法 也就是说假设你要看开一家拉面店的话 那你一碗拉面端出去假设是卖200块钱的话 那你赚钱到底是赚100块还是赚50块 这个就非常重要了 那如果说你不包括比方说你的所有的人事成本 或者是租金的话 你单纯的那一碗拉面的成本是150块钱 你去卖200块钱 那你50块钱剩下来 你就要去付其他的人事成本跟租金了 对不对 郭老师我插一句话 如果一家拉面店 A拉面店他卖一碗拉面赚100块 B卖一碗拉面他赚50块 然后拉面的品质差不多的话 对 就不是说拉面品质差不多了 就是说口味差不多了 品质我们不知道 口味我们可以判断出来吗 可以吃出来吗 那我一定会去吃那个只赚50块那一家 因为他的料一定会比较好 他因为他用的成本比较高 可是如果这个放在科技业上面 你恐怕这样投资你就会有问题 是 但是我们要意味的去设想说 你要站在公司的层面去想说 如果那家拉面店成本只有100块 那你要去吃拉面店成本150块钱还是100块 就像刚刚穆华所讲的说 你当然我们大家一个消费者的心态 我们当然会去会去吃一碗150块钱成本的 但是问题是这家拉面店有没有股票 如果说也牵扯到股票的话 那原则上他的毛利率只有50 只有50块钱而已 就是说你当拉面店的股东 跟你当拉面店的客人是两回事 是是是 如果你是股东的话 你就要非常计较说 你到底是赚50块钱还是赚100块钱 这个就牵扯到我们的毛利率了 那所以我们来假设一个事情 也就是说 其实在上个礼拜有很多的 比方说像分析师 或者是一些广播电台 或者是节目上都一直在报道说 哪一家公司营收创新高 创新高 那营收营收的问题是所谓的做生意的问题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 例如说A公司的毛利率 跟B公司的毛利率 基本上都不变的时候 如果营收如果多成长一倍的话 请问各位赚钱的百分比会不会不同 赚钱的百分比 对也就是毛利率的部分 对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营收 应该还是不变 营收成长一倍 我们不要把毛利率加进来的话 例如说我们今天如果说 有一家公司营收是100块钱 对那他毛利率5% 那应该是他的获利是5块钱 没错 那如果另外一家是营收是100块钱 他的毛利率是20% 那他的赚钱应该是20块 今天如果说他的营收是创新高 创一倍好了 我们说刚刚的营收是100块钱 变200块 变200块钱 那他赚钱是赚多少钱 赚10块钱 但是反推 他的毛利率还是5% 对就毛利率不变 除非季报可以看出来 是所以如果说营收创新高的话 但是他的毛利率有没有变的问题 那有没有 这个不知道啊 当月不知道 因为要到一季度公布财报 但是毛利率要变的话 恐怕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他的成本要控制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紧 对对对 所以如果说一家公司啊 他的毛利率是50% 一家公司他的毛利率是5% 请问各位你会觉得有50%还是5%的那家公司 他的现金会比较多 当然当然是 对啊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可以这么多的资本支出 还要发那么多的股息吗 所以我们就了解到一件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看毛利率的问题 所以如果各位如果要挑选股票 我建议是先从毛利率先塞50%以上的 或者是20%以上 可是台股啊 1600 700家公司啊 毛利率有到50%的公司不多 是啊是啊 我现在很想到就大力光啊 但是我看一下 就是说 就是这个月啦 就这个月公布的 就是12月份 去年12月份公布的 那个营收的营业毛利率 有百分之百的 哪一家 有百分之百 我觉得好 做一块钱 生意赚一块钱 就是太夸张了吧 对 就他的2019年的第三季的季报啊 那个高端疫苗啊 高端疫苗 有百分之百啊 做一块钱赚一块钱 对 那台微体也是 还有M31 还有利望 浩鼎也都是 那99.8%的 我是从第一名排到第十名 那百分之99.8%的话 是金星科 那再来是 这都是IP公司啊 对对对 都是细致财公司啊 反而有一家证券公司 他的毛利率 还百分之97.08% 哪一家 治合症 治合症 这怎么可能呢 对啊 但是他的营收成长是负的啦 他营收成长是负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用 比方说营收成长率来看的话 基本上是不甚很准确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台积电跟联电的营业毛利率 在2012年以来 基本上我们看到台积电营业毛利率的话 大致上都有五成左右 也就是说他卖出去的 对大概他卖出去100块钱的东西的话 他可以赚50块钱左右 平均而言 净利率大概36 7% 对 但是如果说以联电来看的话 大概平均而言 你看他最近一记得 他才13.49% 可见 非常非常低 可见连电没有什么产品定价权 他的卖出去的一个产品 就占他的所有的 这个营收里面的87%左右 也就是说100块钱 卖的产品出去的话 87块钱是成本 所以这样类似这种产业的话 基本上就要看他的成本高还是低的 那他只剩他的那个利息负担又这么高 而且他只剩下13.49% 来付所谓的员工费用 租金成本等等的厂商的一些费用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毛利率高的公司的话 他的每股现金流量就会高 他keep住他的现金就会变 就会变多了 所以我们看台积电的每股现金流量的话 目前这一季来看的话是大概有15.9% 那平均而言的话大概有20%以上 那如果说以那个联电来看的话 这一季的话大概3.2块3.2而已 所以也非常低 那我们看一下比方说累积股价的一个效果 累积股价效果的话 我们从比方说像高财务绩效 累积报酬率就会高于同月的一些情况来看的话 那联电的话累积几年来 他的报酬率大概是83% 台积电160% 所以台积电还是完胜联电的 对就是说从报酬率来看 对对 这个也是事实说 一倍 一倍 所以这个是从12年年底开始来换算的 我们有听众朋友在我们YouTube留言板上留言 就是说希望段老师来比下电信公司 电信公司 好 段老师那我们就之后来比三家电信吧 OK可以 好不好 这个台歌大远传跟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 大家来比一比 到底可不可以存股 再加上最近的这个5G标金已经标到1000多亿 我看今天新闻讲说各家电信公司将来都要大失血 这个5G很恐怖 5G的那个标金实在是创新高的话 我想各大业者的话都会被稀释掉 一定会被稀释 有人说会稀释到18到20% 是啊 像中国大陆它的5G的产业已经开始往下走了 大家都看到中国移动它的净收入就没有这么高 对啊 所以这5G真的是一个前坑 是啊 那这个前坑现在目前这个坑还很大 一直在坑下去 这个标准的是坑爹 好非常谢谢丹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段昌文老师 谢谢段老师 谢谢 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第二小时节目现场 我们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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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